丢架到世界,中国队国际大赛集体自取其欲 习近平承认北京信情,造成重大伤亡 中共管制无人机出口,对美国妥协 中共试图干扰美国大学神韵演出 微信群组焗光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日,礼拜三 欢迎收看每日要迷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近日在南韩举行的一场国际体育比赛 中国选手竟然集体以满清姜丝风格的造型出现 还在场上大跳姜丝舞,引发全球网民哗言 大陆很多民众感到既荒唐又愤怒 认为中国队是在自取其欲 这是在南韩首以举行的 2023年中韩台拳道交流赛 在比赛期间,当主持人宣布中国队出场的时候 全场观众都愕然 中国队竟然全队 装扮成大陆电视剧里面 搓着满清时期的服装 搓着条场边的僵尸形象 手持道具刀槍 摇头摆脑地跳起所谓的中国风僵尸舞 在相片可以看到,每个选手都带了明显的假变 揭力向公众炫耀,那是正宗的中国风 据南韩方面披露 当中国队这个突如其来的表演出现时 现场很多南韩观众都发出意味深长的笑声 更加令外界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中共官方媒体竟然没有意识到严重性 反而将南韩民众的笑声当作是赞美 说中国风造型 拿在场的南韩主持人都发出惊叹声 被中国队的完美形象彻底折放 还有媒体炫耀 这是中国队在世界级大赛 为宣传中国风使出的绝招 还有娱乐帐号将这个画面 描绘为成功的文化输出 说表演太好看了 令南韩人惊讶 这件事立即在网络酝酿出大风波 绝大多数的中国网友都表示 看不下去 简直刁人烟眼 有中国网友怒批 那是不是屡应外合 赤裸裸醜化中国风 那是多么老残 才会想到这种宣传方式 有病是大病 本台粤语节目主持人石头评论说 来自大陆这一队僵尸队 真是骑离 很快就令人想起刀囊的最新杰作 《罗撒海市》里面 以丑为尊 黑白颠倒的罗撒国 而且僵尸在中国也不是什么文化 清朝的所谓僵尸 还有这个僵尸帽 其实是在电影来的 与中国传统文化一点都无关 他说 中国有五千年 连续不断的文化 里面有数不清的精华 美好 优秀的文化 你不去选 你偏偏选用僵尸帽 我只能说 现在的中国人 有很多已经分不清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与中共宣传的 滚一身泥巴 磨一手老茧 生一身革命虫 即是失那 才叫做光荣 其实是一脈相承的 也就是说 这些就是不折不扣的 共产党文化输出 可以说 丢尽中国人的面 而中共的媒体 还在大力宣传 其实就是要中国人 自己都分不清好坏 善恶和微丑 这样的国度 难道不可怕吗 幸好还有不少中国人都觉得 这是丑化中国文化 说明在中国中共的宣传 也是失败的 7月31日 北京市出现罕见的大洪水灾情惨烈 甚至多地有民众丧生 北京市防信抗刊指挥部通报说 北京已经有11人遇难 另外有27人失踪 北京街头发现多具在洪水当中匿蔽的死者遗体 民间议论说 北京这一场大洪水 是郑州大洪水的翻版 质疑北京政府隐瞒伤亡实情 8月1日 习近平公开承认 北京和河北等地水灾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并下突防信指令 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 7月31日 北京市门头沟和防山区的水灾 相当可怕 洪水洶湧而来 冲走正在马路行驶的巴士和汽车等 据说 有很多人在车里说 还有桥梁被冲毁 桥上很多车跌下水 还有房屋被洪水卷走 不知道屋里的人是怎样 不少北京网友表示 门头沟 防山区多个乡镇 通讯中断 无法联系 大量网友在微博紧急找人 有网友呼吁 多些关注失去联络的五个镇 有消息都传不出 微博热手一直都是门头沟 防山这边 直接很多整条村都被水浸了 村都没了 请问黄平镇西马各村匠 现在是否平安 防山区霞云岭乡的赫石堡村 断网断电五个小时 请求相关部门 有个反规告诉大家 目前的情况 完全一点消息都没有 当局动目前没办法 围保中南海 北京向周边洩洪 导致河北多地水浸 影片显示 河北脱洲被洪水淹没 变成一片汪洋 大树只是露出树顶 有些房屋只是露出屋顶 大量脱洲民众在网络求救 很多人来不彻彻离被困 生死不明 社交平台的网民就纷纷 谴责当局 无预警失控 说你要提前通知啊 大半夜失控 你将那些人疏散规划好啊 做错了就是做错 凭什么不让人说 一场大洪水再次令北京当局 圆形不露 此外 北京还出现罕见天象 北京29日发出红色暴雨警告 当晚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奇异光团 在云层后面不断变颜色 很多网友都用手机录下 在社交媒体分享 天空的烏云后面 这一个巨大光团 在不同地区 看到的大小不同 光团还不断出现紫色 蓝色 绿色 红色 和橙色等颜色 引起热烈议论 更令当局感到倒霉和害怕的是 这场罕见的洪水 令六百年不積水的故宫紫禁城 也水浸 专家表示 故宫是皇权象征 现在突然水浸 这种种异象可能预示 中共政权 气数将尽的不祥之兆 在国际社会对中共军事援助 俄罗斯不断发出制裁警告 美中就取得技术问题方面 引发紧张升级的同时 7月31日 中共商务部等4个部门突然联合公告 9月1日起将会对性能较高的无人机 以及相关物品实施出口管制 理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中共商务部海关总署 国家国防工科局 和中央军委发展部 关于无人机出口管制的两项公告 由商务部的官方网站 以匿名发言人对外说明 终会分别对部分无人机专用发动机 即是引擎 重要载货 无线电通讯设备 和民用反无人机系统等实施出口管制 对部分消费级无人机 实施为期两年的临时出口管制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高性能无人机 具有一定的均用属性 管制出口是国际惯例 对于中共这一个突如其来的举动 专家有不同的解读 有外界猜测 这是中共对美日等国家 先前封锁销售先进晶片技术 给中国的反弹 但是海外时政评论人士 王克就认为 这完全不同于中共对家 同者的相关物品出口管制 中共管制家同者出口 是搞经济脅逼 对美欧日私家压力 要他们缓和对中国的 高性能晶片禁运 而无人机不单只是 中共出口的一个主力产品 大赚外汇 而且服务于它特定的外交图谋 多年来并不怎么在乎国际惯例 现在居然主动宣布管制出口 非比尋常 他认为这是中美博弈的一个结果 是中共被逼对美国让步 7月28日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应国会的要求 发表了一份解密报告 说中共的支持 对于俄罗斯继续对 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 至关重要 其中中共正在向俄罗斯 供应民用两用商品 和一些明确的军事材料 海关文件显示 中国国有军工企业 向俄罗斯军工企业 提供了导航系统 干扰技术 以及部分用于战斗机的零件 无人机更是中共援助俄罗斯的重点产品 事实上 2022年2月24日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虽然中共一再否认 向莫斯科提供用于 烏克兰战争的武器装备 其实美国政府对援助俄罗斯无人机问题 一再提醒中共 不可以跨越红线 今年5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 伯恩斯秘密访问 表面上是促进两国关系解冻 实际是对中共列出 必须要遵守的清单 黄克指出 今年中国经济的恶劣 和在国际上的被动 令中共非常渴望 和美国搞好关系 只要中美关系缓和 美国的手就可能会抬高一些 对中国的科技脱勾 和高关税没有那么严厉 那中国经济会获得一些缓冲 而且一旦中美关系缓和 中共的国际处境 就将会明显好转 而另一方面 拜登寻求连任 希望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 不要滑向冲突或战争 而中共虽然对拜登不满 但是更不想看到川普再次执政 因此也在不断调整对美国的外交策略 但是黄克警告 中共虽然宣布了管制高性能无人机出口 但是实际上怎么做 可能是另一回事 最近美国一间大学的一个中国留学生 微信群组被曝光 显示中共如何操纵和煽动中国留学生 试图干扰阻撓中共极其害怕的海外优秀文化演出 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AMU 就读该校工程学院的研究生阿占 近日向大紀元提供了这些电子邮件 特撒斯农工大学是世界理工白强名校 工程学院位列全美前十 也是美国法典所承认的六所高等军事学院之一 2018年2月13日 该大学的拉德剧院是神文艺术团巡回演出的一站 但是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共的指使下 建立了一个微信群组 专门用于煽动抗议神文演出 为了更有力施压 几位中国留学生还向大学校长和大学的剧院票务办公室 发出干扰电子邮件 试图逼使校方取消该次的演出 阿占表示 他也曾加入这个抗议神文演出的中国留学生微信群组 想深入了解 这个微信群组名称是抗议TAMU校内的法轮功活动 后来又改名为 合理发声抗议注意自身安全 据微信群组的截图显示 这些学生向中共駐美使馆报告干扰进展 并且表示将会收到中共试管下一步如何运作的指示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ASSA的主席袁瑞也亲自介入 由于阿占后来在微信群组说了一句 希望大家理智去了解真相 结果被踢出该群组 据阿占透露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要求下 他将这些干扰邮件也提供了给FBI 德州大学城神稳演出主办单位的代表刘博士说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表面上是在美国大学注册的学生团体 实际上是受中共驻美大使馆和领事馆的操控 该会主席最终要由中共方面同意才能担任 这张中国留学生微信群组截图至少表明了三点 第一 这些中国学生由于多年接受中共的无灭造谣宣传 不了解法轮功和神敏演出的真相 才会仇视法轮功并干扰神敏演出 第二 这次中国留学生干扰神敏演出事件 不是个别学生的单独行动 而是一班留学生的集体行为 第三 干扰神敏演出 不是中国留学生独立行动 他们是与中共领事馆合谋 但是中共指使留学生的干扰 以失败告终 神敏在德州大学城的演出 不单止如期举行 而且非常卖助 全场受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 欢迎转发 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再见